下一个叫做接触起电 刚才在做感应起电的时候 带电体靠过来 并没有碰到我们的导体 接触起电就要碰到 碰到之后就会有正负电综合的现象 最后带电带来的是同性电 同性电 拿来的是正电就升正电 拿来的是负电就会升负电 就这样做 第一个A就是有一个导体 然后B就是静电感应 带电体靠近近端生 硬性电远端生同性电 然后不断的靠近 它就升的电就变多 最后碰在一起正负就综合 那个图上面这个圆圈里的球员症 是被感应的 所以一定会比较少 所以综合完之后 左边的放才会有胜 然后右边只能够负 那部份部队的排池就盘开 就排池盘开 然后把带电移走 然后导体电后均匀分布 这就是接触几电的过程 我说过了考试会考 问你步骤 还有一个考试考的时候 不告诉你说这个棒子正天还复电 他说这是毛皮摩擦后的塑胶棒 那你要背啊 它在什么电 或者湿卷摩擦后的玻璃棒 它什么电 然后就开始往下做 OK 就是你要晓得要背的事情 那感应器 我们平常会告诉你说 感应器电用于导体 摩擦起电用于绝缘体 事实上导体也可以摩擦起电 但是如果你没有绝缘隔开 你手握着金属棒 你去磨那个金属棒 那你身上导体还会接地 你磨第二球跑掉 除非你有隔开 它才会流着 所以如果你没有适当的绝缘 导体摩擦电都会流失 所以平常就告诉你说 摩擦起电用在所谓的绝缘体 然后感应器电用在所谓的导体 但是像导体也是可以摩擦起电的 导体也是可以摩擦起电的 屏蔽作用 有金属有屏蔽作用 会挡住 原因你不要理它 就挡住 让你看不到外面的电 挡住了 就没有受到影响 屏蔽作用 我待会结束的时候 跟你们讲一个不好的故事 就是有人用这个东西 做一些坏事 再跟你说 OK 然后像这些有个金属外壳 就是要避免这种静电的干扰 然后呢 这样子 然后闪电 基本上打雷闪电 你躲在气色里面 只要你手不要顺碰你的车子 你躲在车子也没有事了 因为车子是金属 电会在外面进过来 除非你把它车窗摇下手机碰你的 车子的部分 你才会被电到 不然里面不会被电到的 它不会通过 因为金属有屏蔽作用 像这样 这个高的电压 里面在里面是金属有屏蔽作用 挡住了 所以里面人都不会有事 都不会有事 叫金属有屏蔽作用 可以吗 ok吗 ok ok OK